往年流感高峰期都是在春节前后 今年却反常 5月初流感门急诊就已达到了58,588人次 较前一周上升了10.2% 增加了13例流感重症 年龄最小的是7岁的男童 疾管署就分析 未来的两个礼拜 疫情会持续的上升 也让外界好奇 天气热了 疫情却持续延烧的原因 对此台大医师黄利明分析 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 去年10月开打的流感疫苗 至今陆续失效 而且今年流行H3N2冰毒株 使得个案数还有重症数较多 所以建议政府未来要引进 加佐剂来流感疫苗 效期也就更长了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